如果把报废汽车里面的发电机用来给家里发电 那是不是就可以变费为宝 做出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呢 今天分享的这个制作 就是要来尝试看看 能不能把一个汽车发电机改装成一个家用的发电机 这里改装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这个发电机的外壳给它拆卸下来 这种汽车的发电机 顾名思义就是给汽车上的用电设备进行供电 它的发电原理是利用线圈切割磁感应线产生电流 线圈转速越快 它的电流和电压越大 但是它是靠线圈产生磁场的 发电机的转子就是产生磁场的线圈 所以当它运行时 电瓶先给转子线圈通电产生磁场 一般我们称为利磁电流 然后转子在旋转时就会产生旋转磁场 并在定子线圈中产生感应电 我们如果要用它来改装成普通的发电机 就要在它的里面给它加入一些永磁铁 这样它即使没利磁的时候 也能够用来进行发电 所以现在是要把它的转子掀取出来 然后再找来一些小磁铁 用这些小磁铁把它加工吸附到转子的上面 但是吸附的时候也注意区分一下N级和S级 吸附完后就可以给它打上一点胶水固定起来 然后就可以继续把它装回到外壳里面了 这里装的时候也要记得给它接上两根输出的电线 这样我们才可以利用它发出来的电来接上一些外设设备 处理好后找来一个万用表来给它测试一下 这里把它电线连接一下 然后转动发电机的转子 这样就可以看到在电机的转动下 万用表也是产生了反应 接下来再找来几个灯泡 把它连接到发电机的电线上面 这样只要让发电机的转子产生转动 这个发电机就能发电来点亮这些灯泡 说明这个发电机还是比较实用的 而且总的来说 这个改装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 几乎也没做什么大的改动 不知大家觉得这个改装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支持一下 喜欢手工改装的朋友 也可以点一下关注 我接下来将会分享更多实用的制作 我们下期再见